那其他的話,像剛剛提到的那個部分,其實VBA也辦得到 其實VBA寫法,寫出來其實大同協議 那比如說我這邊直速判斷,我會寫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用Input Box 特別注意,其實在VBA裡面如果要輸入資料,Python叫Input 可是在VBA叫Input加一個Box,為什麼?因為Box有點像一個視窗 輸入的話53好了 那Enter的話,我們是print,Python是print的,這邊因為他沒有print的地方嘛 所以我們就另外用一個叫Max Rebox,就跳一個訊息方塊 比如53是不是,有沒有,請輸入一個整數 然後輸入之後的話呢,Max Rebox是直數,53嘛,OK 那當然在VBA裡面,我是覺得他彈性比較大,就是說 他除了說可以在Input Box跟Max Rebox顯示之外 另外呢,其實Excel本身也可以很完美的跟VBA結合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輸入在這裡,輸出在這裡 其實就是說什麼,Excel本身也可以拿來當輸入跟輸出的 這個,這個什麼,所謂的物件,你可以把它直接輸入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值在這裡,輸入53 那你這個有一個版本,第二個版本就判斷 直數判斷,你們按下去輸出輸出在這裡 有沒有,是直數 如果我今天改一下,比如說把它改成74 輸入完之後,輸出在這裡 有沒有,不是直數 其實程式,基本上你會發現 跟那個剛剛邏輯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換一個位置 所以在VBA裡面,當然第一個,你開啟 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呢,當然我的程式寫在這裡,其實就一個Sub 那你就打一個啦,插入一個Module 然後就打一個什麼,打一個 其實你就打一個Sub 然後直數判斷按個Enter就可以了 它就自動幫你加,那底下的程式部分 其實我想 其實大體上你會發現,跟,我字稍微再放大一點 這個字有點太小 大概在四號字好了 那你會發現,差別在哪裡 一樣叫Prom變數 然後呢,後面是Input 只是加一個Box 那另外的話呢 VBA跟Python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對於那個形態的要求 Python比較嚴格 那VBA的話,相對不是那麼嚴格 雖然說我們接InputBox過來也是文字 可是,將來如果你在做邏輯判斷 做計算的時候有沒有 他只要看到說 你這個給的東西形態不對,他只要幫你轉換 OK,所以你不用特別轉,像我這邊沒有轉 那For回圈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是For i in range 那可是在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是什麼 For i 等於 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數字 就是有一個像什麼,就一個範圍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那邏輯的話,if 我們百分比的符號,那個% 在VBA叫mode 結果的話呢,在VBA裡面是一個等號就好了 不用兩個等號,有沒有,if嗎 農件的話呢,在Python是mode,這邊要加個rem 然後輸出結果 那break的話呢,這邊叫ezy sub 然後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有沒有,這樣就是一樣的嘛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都相通的 只是說 他會有一些語法上的差異 我大部分其實就是把這個語法上的差異 稍微記一下 其實我很快就可以馬上 就切換模式 有點像你今天 突然講國語,然後突然講台語 馬上可以切換 因為你知道那個國語跟台語這邊 有些地方 會是不一樣的 切換一下比較好 大體上這樣 這個部分的話,各位有興趣 可以 自己載到雲端上 去找找 那input box如果說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range的話也非常簡單 就這個 有沒有 range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哪個範圍 或者是哪一個儲存格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input的話 你可以指向用range的物件 然後跟他講說這個是b1 所以你就給一個字串叫b1 他就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然後你輸出到哪裡 這個叫b2 你就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放b2,b2的東西丟過來 b2的東西丟過來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vba做輸入輸出 其實 兩者先比較之下 當然你會發現 其實在vba 掌握的資源是稍微多一點 為什麼 其實他本身就會有一個excel excel的話可以拿來做什麼 你可以拿來當輸入輸出的界面之外 將來也可以 拿他來當資料庫 也就是你可以把資料就放在excel 可是python呢 這點倒是相對弱一點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部分 可能也是python可能比較 會有一點比較弱的 就是你在vba按右鍵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你可以直接做界面 做ui的界面 但是在python裡面如果你要做ui的界面 又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OK 所以 當然這個稍微比較一下 如果有興趣同學 我有把vba的 這種 相對應的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 應該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 改寫成vba 有沒有 就這個版本 那很簡單 你就把它Ctrl C Ctrl V貼過去 兩邊比一比 主要是說給各位 建議就是說以後學習程式語言 千萬不要拘泥於某一種 因為未來這些都會改變的 因為程式變動的太快了 資訊的變動 那個速度太快了 你現在 這個時間點你都還沒有學熟 你就會 又一個新的東西出現了 我講到這裡 其實 剛好昨天晚上 剛好是那個 陳品最後一天 其實我回想起 我年少的時光 學習程式 很多時候是 拜那個陳品所賜 因為我半夜睡不著覺 我都會跑去那個敦南陳品 然後去找那邊的 陳詩的書籍 所以昨天 那個 突然關掉了 其實我還有點感傷 想到我那個年少的 時光 感覺好像就有點 說不出來的感受 OK 所以 所以這也是演變很快 這一種時光的流逝 突然感覺好像 從一個 年輕 人 慢慢變成中年 但是要慢慢步入老年了 沒事啦 剛好想到 OK 其實 學習也是這樣 其實對於這種 陳詩的學習 我是覺得 我是持續的抱著一種 不斷學習的精神 OK 就是我覺得 這裏 把它培養成一種 興趣啦 因為我覺得 這還蠻有趣的 因為 如果我今天 我也可以用舊方法 去解決問 像剛剛跟各位講的 字幕 上字幕的方法 我也可以持續 比如說我可以用 人工的方法 但是我就是覺得 用這種方法 好像太 太耗費人力了 然後呢 而且 不是 那麼 那麼有效率 所以如果我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那也許 慢慢慢慢 去找一些新的方法 那慢慢有些問題 就可以得到解決 和樂不為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提供很多的參考 那下一題的話 我們就要來做一題 有關 拆數字遊戲 比如說我今天 要跟那個 電腦玩遊戲 那玩遊戲很簡單 我先要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 就是 程式不多 你會發現有11行而已 好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跳出來 請在1到2時間 拆個數字 那也就是說 裡面呢 會多需要學 一個 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叫random 因為我會需要 怎麼樣 需要 需要乱數產生 一個1到2之間的一個乱數 所以random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Range 各位剛剛有學過啦 Range的話就是 從1到20的話 特別需要 那就是1到21 因為到21停掉 不產生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個乱數的話 很簡單 我會選擇 寫一個random 然後利用random range 有沒有 這個random 裡面有一個叫random range的 function 你就跟他講說我的範圍 是1到20 1到21 他就幫你產生 1到20的一個變數 存在 前面的這個變數名稱 你的rnd ok 好 那現在我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今天拆了 當然從中間拆應該比較快 10 Enter 他會提示 太低了 要高一點 所以 也就是說 這個rnd裡面 他已經知道數 電腦知道 但他不告訴你 你要去拆 那太低 所以 應該是怎麼樣 三去法 1到10 就不是了 所以變成11到20 那11到20 我就抓一個中間的數字 那第二個應該拆 1 太 這會高一點 所以16 Enter 還是太低了 所以三去法的話 變成 16以下就不是了 所以17 18 19 所以 剩4個 在中間好了 中間的話 10 18 18 18 Enter 還是太低 現在只有兩個 19或20 該不會是20嗎 20 Enter 太高了 那答案就估之欲出了 那就19 該不會Enter 他還可以 那程式就有BUG OK應該是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Enter 對 那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 懂這個 程式邏輯 這程式很簡單啦 只是說你要把它寫出來 就11行程式而已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需要的功能 一定會需要一個run 而且這個 Random Random range 非常好用 以後呢 你舉凡 只要產生乱數 都可以透過它 比如說大樂透模擬開講程式 可不可以啊 Random一下 有沒有 讓它產生 看要幾個數字 你就讓它跑幾個Random range 它就幫你跑 如果不重複的話 那你會 自己再把 重複的部分移掉 可能用set比較快 把它移除掉 然後呢 再把結果給print了出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怎麼寫呢 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一定是什麼 請在1到2之間 拆一個數字 冒號 所以底下的話一定是Input 不過Input的話呢 你會發現多一個 Input之前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多加了一個叫 Wile Email Wile Wile前面我沒有用過 Wile是什麼 回圈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要出幾次題目 我們沒有 不知道說 它到底會幾次猜對嗎 可能它很厲害一次就猜對 可能它很笨 猜10次也猜不對 所以呢 那個回圈數量 如果不確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特別注意 你就不能用什麼 用4回圈了 你就只能用什麼 用Wile回圈 可是Wile回圈呢 到底要跑幾次呢 其實我的習慣這樣 如果我不確定是要跑幾次的話 我的習慣直接打一個什麼 Wile E 冒號 你想說WileE冒號是什麼東西 不過蠻重要的喔 為什麼 因為以後反正 習慣就是先讓它 一直跑就對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一直跑的意思 Wile嘛 E是什麼 就是True啦 True的意思說 如果Wile後面 如果是True的話 那表示一直都會進到回圈裡 一直跑一直進到一直進去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是 你開車的時候油門踩到底就對了 可是問題來了 油門踩到底 那它一定停不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用話語罵號的話 你這個回圈裡面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敘述 有一個單字 叫什麼啦 如果有油門嘛 一定要有什麼 煞車嘛 那煞車英文就是什麼 Break嘛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我的城市裡面會有一個 Break 在哪裡呢 在答對的地方 有沒有 Break 當答對的時候呢 就踩一下油門 踩一下油門什麼 就離開了啦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直不斷 這個 Wile email 意思說 你就一直 不斷給我進到這個回圈裡面 直到呢 它拆對為止 才Break OK喔 所以一定會有個進入點 就Wile email 那一定會有個結束點 就Break 那城市其實你會發現很簡單 我大概敘述一下 你看應該可以看得懂 但是這個 這個城市 這個 想了很多 很琢磨了很久啦 這個是final的版本 OK就剛開始不知道怎麼寫會比較OK 所以我發現喔 第一個 一樣什麼 請在 1到20差一個數字 然後把它 轉成 這個數字之後存在區 那當然有幾種情況 if什麼呢 如果太 太低的話 g如果小於rnd的話 那就顯示printl 太低了 高一點 那如果相反的lf有沒有 如果g大於 rnd的話 那就跟他講 太高了 低一點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敘述 一個不就是太高 一個不就太低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恭喜你答對的 不過你會發現喔 恭喜你答對底下會多一個叫break 他就跳離這個回圈 那就 完成 這個程式了 你會發現 程式沒幾行 但是喔 還蠻好玩的 有沒有 那當然這個可以變化喔 其實可以把它改寫 之前有同學寫 因為以前記得好像 上課如果不想不想聽那個老師 就會想要玩那個猜數遊戲嘛 有沒有四個數字 什麼 幾a幾b的吧 有沒有如果哪個數字 位置對 數字也對就a 幾個位置對 有沒有就幾a 那如果位置 不對但是數字對的話就幾b 你又提示跟他講幾a幾b這樣 那也許啊 像之前有同學喔 真的就把這樣的程式 用python改寫成幾a幾b 真的可以跟電腦玩幾a幾b 還真的可以玩 而且可以把結果給 秀出正確的 這蠻好 蠻不錯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把 剛剛這個程式喔 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試著寫寫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特別注意喔 像這個程式就不能用4圍圈了 你會發現用4圍圈 4i in range Range 意思說你要猜幾次 誰會知道猜幾次 如果你真的要用 In range的話 你可能那個Range要很大一個數字 In range可能1 後面可能到 到100好了 一樣可以break 只是說 看起來好像如果用4圍圈 真的硬要寫 也是 寫得出來 只是說 一定 沒有file e 冒號 這麼精簡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那個回圈數量不定的話 教各位一個原理原則 開頭就寫file e 冒號 搞定 但是你在 你的邏輯敘述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是正確 然後正確下面一定要加一個break 這樣就搞定 OK 所以這個 猜數字遊戲 可以給各位 當成是 類似一個什麼範本 將來也許 如果你想要 改一下 改成其他版本 比如說可以改成什麼 1到2 太少了 1到100吧 OK 1到100會不會太大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也許可以加個時間 你猜的時間太久了不行 最後當然你現在可以延伸 注意一下還可以 雲端線上版 然後大家一起玩的 看誰 猜的時間越短 然後 猜對 還有猜的次數越少 分數越高 類似 大家可以一起比賽 不過這個延伸性後面還蠻大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